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的大叫 从石堆中爬了出来 立刻往远方拉架巨大的机械跑去 居然真的在这里 罗莎说 菲西卡紧握手中那本手背对手册 一眼不发的起身 飞行器 希尔 菲西卡说 这个名字是菲西卡在手册上唯一看得懂的字 罗莎惊讶地挖下菲西卡 你怎么知道 你若指责菲西卡手中的书 可以告诉我们了吗 菲西卡说 外面的世界的事情 唉 罗莎叹了一口气 该从哪里开始好呢 喂 原住传来一幕的呼喊 打断了罗莎 你们赶快跟上来呀 像小孩一样 你若说 罗莎 边走边告诉我吧 菲西卡说 嗯 罗莎说 这座迷宫 在静默化发生之前就建造好了 原本 是用来逃生的 逃生 菲西卡说 是啊 因为研究硬矿 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不可能 为什么会危险 菲西卡说 能量的混乱 静额流失 才造成静默化 因旷解除静默化的原理 则是反过来 透过条律 让一切恢复秩序 稳定之后 静额共鸣 说着说着 菲西卡忽然意识到一些什么 除 除非 罗莎看着菲西卡 你终于也注意到了吧 哈喽一般 我是薇薇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玩 Lanota这款游戏 而这一次呢 我们来到了 第四章 玩广大天空 对 没错 那么 在这一章当中 应该是能透露 关于这个世界更多的一些东西 那我们就 来玩吧 我们活在静默化之中 能量混乱 这个时候 透过条律阴晃 能让世界恢复 罗莎说 尼洛接着说 但 如果是在静默化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呢 就在这个时候 前方传来你摸的大喊 哇 这道官网是怎么回事 能量好强烈 看来 得要条律才能继续前进了 Chan you save the world Can't you save the world 彷徨う僕の絵を Tell me what you think 気付かずに 失去那太阮摩 I know 今夜も 別れの風は懐かしくなる 好 振り返回 中央 永遠的時 を散らして 閉ざされた 箱には 我只能不届 失去的那樣子 那小的夢 忘了的日子 懶惰 抱緊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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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忆时尊了 没随着的小鸟 Laze your heart when you have a dream you see the meaning Hall don't lie to my side and hit me on the floor Laze your heart when you have a dream you see the meaning Hall don't lie to my side and hit me on the floor Laze your heart when you have a dream you see the meaning Can't you stop the world? Summerを君に埋めて Say not today Say not today Say not today Laze your heart when you have a dream you see the meaning Laze your heart when you have a dream you see the meaning Laze your heart before you leave a dream councilbook Laze your heart? nawet 叠加过多的能量 最终能量宝盒超出负荷 就只会造成危险 启示录 菲西卡难难自语 没错 罗莎说 鹰矿本来是被当成一种武器而制造的 哇 怎么跟现实世界这么像 启示录就是最强大的武器之一 尼洛说 怎么这么像核能啊 没事 而且我发现 第四章的场景 就怎么讲 它的场景都好像是 这个鹰矿的祭坛吧 可是呢 你点开来里面的曲图 却好像是 他们在回忆什么 就回忆可能他们的家乡 或者是 在讲述这些事情一样 还蛮特别的 因为是 就是怎么讲 边走边聊 然后讲述 过去是吧 以前我们也曾经 试过制造条例装置 罗莎说 尼洛沉默地看着远方 三人静静地走着 菲西卡忍不住问 结果呢 罗莎看着远处的 李莫的背影 缓缓开口 啊开口讲了什么 我们等一下打完就知道了 请问一下 作詞・作曲・編曲 初音ミク 作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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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編曲 初音ミク 作曲・編曲 初音ミク 君のために今全てを乗り越えて 笑顔の先で光輝く 作曲・編曲 初音ミク 作曲・編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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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才会离开村庄,加入沉默边境守备队 所以那真的是他们的村庄,他们的家乡 想补插,尼若说,不是,罗莎反驳 想赎罪,尼若说,不是,罗莎反驳 因为罪恶感,尼若说,才不是,罗莎大声的反驳 这下子轮到菲西卡沉默了 银矿管理局的所有资料,都记载静默化吞噬了整个世界 只剩下我们的村子 他静静的想着,觉得好像有什么被隐瞒了 喂喂,尼若回头想加入对话 你们刚刚说到了手背对,那到底是什么呀 一个组织,罗莎说,维持世界的静默化 哪里,确保启示录的封印维持完整 搜索秘密通道,调查旧世界的遗物,尼若补充 不久之前,监控仪器发现南方的静默化能量有奇怪的改变 罗莎说 所以我们被派来这里侦查情况 寻着地图,就走到了这座地底迷宫附近 然后碰到你们 尼若说 哼,碰到正要把武器封印给解开了你们 罗莎大声说 哇,好可怕 尼若被罗莎认真的语气吓到 哇靠 这个剧情超展开啊 而且他们刚刚 这个曲图里面应该是他们 尼若和罗莎 的实验室 然后他们想要 曾经也想试着 用条约装置 然后来 做像 主角群 就是尼若和菲基卡们一样 可是他们最后失败了 对 对,就是这样 OK 等等 菲基卡注意到了什么 你们刚刚说 维持静默化 尼若点头 罗莎也跟着说 没错 欸欸 尼若惊讶的说 可是 可是这样 世界就永远都会是黑白的呀 沉默编定守备队 应该有相当的技术吧 菲基卡反而冷静的说道 为什么不会想要把这份技术 拿来恢复世界呢 罗莎等笑了一声 你们 真的这么天真吗 哦 看来两方的想法 意见都不同 是要准备敌对了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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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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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